今天Angela很开心 再请到何润东教主光临 教主 教主 快点给你手势 这样对不对 对不对 很恭喜教主可以再次成为 这个安全套的代言人 感觉是怎样 感觉就像现在这样的地方 站得很高 教主的感觉 挺好 但又很安全 对啊 很安全 我知道这次除了覆盖之前的范围之外 还有泰国、柬埔寨这些地方 你有一个使命 就好像宣传safe sex 是否有这件事 是呀 为何教主 就是教主会教别人很多东西 然后给别人一些很正确的观念 其实大家会觉得 你带一个安全套身上 其实是一个很尴尬的事 其实这是一个比较负责任的动作 因为如果我们两人伤害 他们肯定会想要更加亲密 更加亲密的时候 如果对方 和你自己没有一个 未有心理准备有小朋友的话 其实你就一定会有一个安全套 如果真的一个不小心 有了的话 其实会伤害这段感情 也会伤害对方 所以你有一个好的安全套 其实是一个负责任的做法 其实做了代言人 也有些规则 可能做安全套的代言人 在这两三年内 就不可以生嬰儿 有没有这样的事吗 是呀 所以一直都没有嬰儿 这个藉口其实都没有 这个计划都没有办法 即是没有计划有嬰儿 是的 这两三年之内 是的 幻念现在是没有的 是的 你有嬰儿才有对象 明白 OK 但你身为大雕总陀主 那是不是应该 快点生一个小雕 小雕 你是不是我妈妈也是派来的 哈哈哈 你常常觉得 为什么我常常不快点结婚生 是的 大家都很关心这件事 你又那么英俊生出来的小雕 应该也那么英俊 那我再给了几年 再给了几年 几年之后你也有计划 想不想有小朋友 其实你还不喜欢下一代 你还不喜欢小朋友 喜欢的 尤其是自己的小孩 我觉得应该会更加期待 因为其实我身边所有好朋友 他们都继续婚有了小朋友 是的 所以其实他们有了小朋友之前 和有了小朋友之后 他们整个心态都不同了 而且他们都跟我说 其实你做了爸爸之后 很多东西其实你已经没什么所谓 其实你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小朋友 是的 因为我一直都没有想去体会这件事 但他们就说 等你有小朋友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你的生命 再一次有希望 好的 一个新开始 你喜欢儿子还是女儿的 身为安全套的代言人 好像生个儿子出来比较安全 因为他继续做教主 是的 你喜欢女儿还是儿子的 其实 很多人都说女儿会跟爸爸比较亲 但是如果生个女儿我又会担心 好像我的小同学 她已经有一个女儿 女儿已经11岁了 步入青春期很危险 是的 我常常跟她说 David 你的女儿 我接谁 你知道谁吗 David Wong 知道知道 同学 是的 因为她女儿已经10岁了 我跟她说 怎么办 很快就会交男朋友 David就说 不要再说了 他觉得 没有办法接受 你不可能去管女儿 但你又会很担心 所以 到时才算 OK